整個局啦 都在Coach Show的一些掌握之中 那今天當然他也說 他跟鎮如算是情人嘛 所以我覺得他很了解鎮如 會在什麼時間適當的爆發 賽前剛好鼓勵了阿吉 那結果沒想到他第四節真的帶領球隊贏球 還有看到徐靖哲教練我有點尷尬 又歡迎收看觀眾來看 今天好不好 又是世界級教練又回歸了 然後 下禮拜請公假 下禮拜請公假 因為有什麼來呼籲一下 UBA 今年是分北部一組中南部一組 同一時間開打嗎還是 沒有 過幾天 另外一組是過幾天 所以是先打完你們的 然後再 對 再打 再打中南部那邊另外一個場地再打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啦 我覺得也反映一下就是最近的這個 這個我龍事件 有點遺憾啦 對 我們大學端就要先管教了 對這個真的有點遺憾 因為我剛好看到最近有蠻多 蠻多網友們很激烈的在討論 就是說什麼 不要看直安的啦 直安收一收啦 回下去看UBA跟HBO比較純粹 欸 講到了UBA跟HBO 其實也是有蠻多經典的放水球 所以其實我覺得 網友們討論的也都太激烈 我覺得我們就是 針對世界的本身去探討這個東西 這個是道德 已經是基本上 如果你碰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是難聽的講 就是道德輪上 因為你基本上 你對你自己的職業是非常不尊重的 那其實你對很多事情 你應該都不是會太尊重 我覺得你對你的工作沒有基本的尊重 那你趕快轉行 不是說你趕快去做其他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要去探討 或者說其他的 我跟你講 全世界很多這種狀況 就是你有沒有抓到而已 嗯 我們現在就是的確這些人 好目前就是抓到了 好開始一個搖一個一個搖一個一個搖一個 大家就是串串串串串起來串起來 串起來之後 哇變成一個好大好大掌的一個小肉掌 這一圈到底還能騷到多大 我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聽 聽說啦 嗯 聽說緊接著下一波好像又要出現 還有下一波 好像還有 差不多停了嗎 沒有 還有下一波 還有 應該下一波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應該下一波 下一波這個就差不多了 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整隊在做 做球這個事情 我覺得難過的一個點就是 真的的確這麼多人參與 這個是非常難過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團體參與 就是更嚴重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這是不應該出現 所以威哥你怎麼樣看就是 現在已經有兩個職案了 那雖然說這件事情發生是在 SBL上面 跟威哥你怎麼樣看就是說 UBA這邊你可以給什麼樣的解 甚至是HBL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事情 當然是很難過啊 當然就是說 這些很多都是很優秀的球員啦 對 然後再來是一個是很 很傳統的球隊 那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基層的籃球 都是看到都是很難過 那一開始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也一開始 就是集合我們球隊 自己球隊的隊員 也是機會教育嘛 那就是告訴他們說 這個事情的一些嚴重性 甚至說 像籃球有一些 算是有一些 永不入用嘛 在打球生涯裡 這麼久的地方 如果說你有這樣的因素 你完全沒辦法 在這個籃球圈生存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要承擔的後果 三思而後行嘛 所以他就希望大家就是 也是很認真的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應以為戒 那就希望 以後能夠 回歸到一個乾淨的台灣籃球 你覺得籃協做了這個舉動 防堵機制有真的做好嗎 嗯 就是目前籃協的這個做法 就是說可能在一開始 大家的警覺性沒那麼高啦 對 那慢慢開始出現 第一個案例的時候其實 就會開始把這個制度 給建立得更完善啦 因為像我們以前在打 SBL的時候 或是說 剛開始朝上之議 大家不會想說 怎麼可能會有人去打假球 經過這個事情發生出來 我覺得相信之後 一定會有比較完整的 防範機制 讓各位比較警惕一點 那如果說今天 是不是可以立下一個 跟檢調機構 如果說真的 有機會 還是甚至說 一些立法的機關 我們真的要立下一個 一個特別條案 一個特別條例 運動法 如果真的有射賭的話 那基本上 是不是 可以 用一個比較重的一個判罰 然後來去規範這些 運動員 然後或是去杜絕 如果是外部你進來 你控制到了 運動員 那你的判罰 是不是應該也是要等同的 你是要等同的一樣的重 去罰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未來在 不管是籃球圈啊 整個運動圈也好 其實 就是賭 永遠離不開我們的生活 他們現在 就是交保的 就是全部都敗了嗎 對對對 今天新聞是交保 就還沒有判就可以了 育龍發的聲明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有交保 不是說案 基本上都是 對 基本上都開除了 那開除之後 那現在就是 在看說 未來他們的判罰是怎麼樣 所以我這個不知道 因為偵查不公開嘛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說 真的 現在調查的那個 走向是走到哪裡 還是希望 在這邊 呼籲 呼籲一下 真的不要 大學端要先 也是要先嚴謹的 去面對這個事情 因為 也不是說只有職業的事情 因為有些時候是 可能大學端的一些 球員 可能一開始就會 今天接觸MBA 對 對 我覺得這方面就是 我們在大學端的管教 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球員的一些 不管他們的這些 討論啊 聲音 有時候稍微聽一下 或是說注意一下 搞不好就可以 去制止一些 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對 因為很多現在MBA 其實很多很透明的 就是 很多都是在接觸嘛 所以這個 從這種習慣 開始慢慢就是 胃口可能被養大 或什麼等等的 稍微交流權 稍微了解一下 那當然的話就可以 避免一些 未來會發生的狀況 那也讓他們在 求學階段 養成一個好的職業態度 因為畢竟 你現在看到這些事情發生後 其實球團怎麼處理 其實我們學生端的球員 其實都會看得到 那他們上去就知道 欸 那你能做這些事情 那職業隊 可能就會做什麼樣的處理 那你可能就會 受到傷害 不管是你自己個人的形象也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方面都是 學我們學生端球 也是要比照啦 我是覺得現在就是 比照職業隊的做法 因為職業隊以後 是這樣管理他們 那我們大學端 現在可能也是要 用這樣的方式去管理他們 那他們知道銜接上去 才不會有太多的落差 最後還是很鄭重的在 呼籲大家 那不是只有 現在目前 自然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以前 整個運動圈其實都有 被這種 很不好的事情 籠罩過 而且 運動圈低迷了好一陣子 那現在好不容易 運動風氣終於起來了 也希望大家 各界都可以 放大眼睛 用放大進去監督 任何一個球員 運動員 甚至是 任何人 我覺得都會用 必須要用最大最大的 關注度去檢視這件事情 太木兩周好像 除了第一場有滿 剩下都沒滿 你們覺得有 跟這有一點影響嗎 我自己認為是對戰組 因為其實今天 大家都會拿去年 林來峰 加盟的時候 來做比較 場場滿場 到哪裡都是滿 那我覺得今年是因為 哥哥其實從 熱身賽就加入了 那也有 也有出賽亮相 所以我覺得大家 對於 要什麼時候看哥哥 好像就覺得 都可以 反正賽季那麼長 我不記得 我現在就是要 跟著大家搶 搶進場 其實像Howard一開始 也是一票難求 可是打到後面 其實也 票也沒有那麼難搶 那觀看次數 其實也都馬上雪崩式的下降 我自己覺得是說 對戰組合是一個 是一個點 然後其實 今年開打之前 那其實蠻多的 風風雨雨嘛 那到底合不合併呢 那到底怎麼樣怎麼樣呢 所以反而是讓今年 我覺得 不管是聯盟 還是說各個球隊的行銷 我覺得都比較沒有像 以往的前三年 這麼有力量 這麼有力度 反而是 我覺得今年 不管是從聯盟 到各個球隊的行銷 都已經有點 至少都降了三四十趴 我在裡面 自身其中 我覺得 我很有感 在鏡頭外面的你們 這些球迷 我相信你們 一定比我們更有感 其實我以球迷的身分 或是說我是旁觀者 我就會看到 像前兩年的一些 宣傳的東西 就比較多 行銷的手法手段 跟一些 這種曝光度 我覺得前兩年跟今年 你就看得出來差的蠻多的 因為 有可能是 人不一樣了 對 做法也不一樣了 好 那有可能是 人手不足 也有可能是 整個行銷的策略有點改變 或怎麼樣 舉個例子好了 像以前 黑哥投入很多 對 那他在開直播 他在拉他的一些流量過來 到P家 那現在沒 他比較沒有那麼多過來的時候 那這些的流量跟人 誰要把它補過來 對 有些人可能就沒關注到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對戰組合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影響 那大家都想要看精彩的比賽嘛 那但是我覺得各球團也很辛苦 在經營他的主場 整體聯盟的行銷 我覺得今天 今年是真的是比較 對 比較低迷一點啦 因為說說說說真的 就是比較可能 不管是人 人數不足還是怎麼樣狀況 或是說 等等的啦 但是我們都希望這個打得已經好 那我相信 慢慢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 方式的話 相對的 大家還是會關注到這個比賽 對 國王打工程師的第一場主場之後 從T1過來的得分王 艾夫婦艾先生呢 他在賽後記者會就特別 強調了一下說 Plus E這邊的洋將 都比較強壯一點 然後 在這個Plus E這邊的節奏 比較快速一點 他來的打的第一場比賽 他自己應該覺得 他自己也不是很及格啦 所以他覺得 他之後的比賽 會越打越好 一定會越打越好 因為他覺得應該不會再往下掉 我感覺到他是 狀況很差 就是沒有 還沒有那個 樂開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他之後應該還會很恐怖啦 我覺得他之後會很恐怖 因為他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都滿有威脅性的 但他在打那場比賽 我當然覺得他一定是打得比較 會比較憋手憋腳 畢竟我們很針對性的方式 所以他一定會憋手憋腳 尤其是 又是格格守他 又是Kenny守他 所以基本上這兩個防守能力都很好的球員 甚至是偶爾還凱焰上去壓一壓 壓一壓 他真的一定會打得很憋手憋腳 那我覺得那一場工程師對到國王 打下來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那一天當然高國豪打得非常非常棒 有幾球真的細耍了凱焰以外呢 還順便耍了一下Kenny 欸這兩個都是防守 我覺得在台灣是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條件的人欸 可是他居然可以在他們面前 做一些很漂亮的動作 然後再加上他的拋頭手感 外線 喔那他的外線 我覺得今年第一場比賽開箱 蠻厲害的 阿吉也是一樣 對 你對阿吉有一個期許 對 不是期許 就是剛好賽前主動來跟我打招呼嘛 像這種主動來跟我打招呼的 我就一定會跟他鼓勵幾句嘛 這一定要的嘛 對基本基本 基本要的 我說你打太客氣了吧 因為他前一場打得很客氣 結果沒想到我一講完之後 許哥就罵我了 你怎麼讓他打那麼好 因為其實那場比賽其實 一開始的節奏 我覺得是有點富邦在牽著走 對啊對啊 雖然說他的 他一開始擺出來的陣容 感覺好像是要四代交替的那種感覺 欸可是後面到了下半場 對 尤其是第四節 就是阿吉 賽前其實我就跟他講說 你前一場他對那個 鋼鐵人的時候輸球了嘛 對 我說他就打得很客氣 那因為他教練其實換 換輪替的很快 他打一下他就被換下去了 所以他也沒辦法發揮 就像說 你要像那個 復堅永素 和尊永輝這樣打 只有能力這樣打 然後你得分 要有爆量 然後你配個幾個助攻 人家就是 覺得你是很好的控球 同樣的就像 高國豪 他們同樣 基本上都是不到180公分的球員 那這些球員呢 他們都有很好的進攻能力 但是為什麼在國際賽場上 就是沒有機會 但是往往你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國豪打控球就是 會忽略到他的得分 對 就是有一兩季 所以過人教練嘗試給國豪打控球 他慢慢的出手就變少了 對 可是更應該要更有侵略性的 的一些像 像這種日本的小會一樣 你要這樣主導比賽 所以現在球都是在他們手上 他們是要能夠主導整個比賽 或整個球隊 所以賽前剛好鼓勵了阿吉 那結果沒想到他 第四節真的帶領球隊贏球 還有看到許靜澤教練我有點尷尬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精采的比賽 因為確實在 現在還是球季出 所以我覺得 每一隊你還是在調整 怎麼樣去面對到不同的球隊 你有不同的一些策略 所以我覺得輸一場球並不知道什麼 夢想家確實在前一場鋼鐵人輸球之後 他馬上第二天不用區域了 不用第一天的區域 第二天變得很多的盯人 所以這個調整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快 所以如果說 你能夠找到一些勝利的方程式 教練慢慢越來越了解球員 我相信會釋放一些讓他開火圈 比如說像威哥剛剛講到 鋼鐵人前一場守了區域 最後無功而返輸球了 其實扣球轉變很大喔 他當然是鐵米剛好也違規到正中 那他們球隊多了一個進攻發動機之後 釋放了整個正如在外線的一些空間 還有他出手的一些時間 那再加上其實我覺得扣球 就是上一場嘛 就是說他其實那一場輸了富邦之後 我一直覺得 鋼鐵根本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 就是說 沒有鐵米嘛 沒有鐵米 你少了一個第二套陣容 就像以前我們達星如果少甜蕾的話打什麼 就沒得打了 沒有就小甜蕾就出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整個局啦 都在扣球的一些掌握之中 他基本上他只是想要今天想要吃什麼菜 他就炒什麼菜而已嘛 所以那個口味要鹹要重呢 對不對也是扣球自己決定嘛 那今天當然他也說他跟正如算是情人嘛 所以我覺得他很了解正如會在什麼時間 適當的爆發 那剛好這第二場我覺得 剛好啦鐵米回來之後 那我覺得他也在試蠻多 欸像阿瑤的時間也變得很多 在場上配合的時間也變拉得很長 然後智惟 真的感覺外線漲起來了 整個三分外線出手的慾望 然後跟命中率 其實現在也都慢慢都漲起來 所以反而我覺得 目前這幾個人的輪替當中 就是的確還是只有幾個人 沒有到很多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我對扣球比較意外的地方 就是我本來以為扣球會運輸我 用兵大膽嗎 用兵大膽嗎 對對很大膽 另外一個開箱的 領航員 對領航員嘛 領航員其實在那個洋將的選材上面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 喔他這洋將其實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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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那個米克斯 對不對 反而他在第一戰的時候 他打爆了國王的禁區 但慕倫是得31嗎 他得31 對阿他的確是得31 但是我覺得 米克斯跟那個 沃許本 沃許本 他們兩個在 丁恩迪 喔還有再加上丁恩迪 我覺得他們三個在籃底下 有一些主宰 我覺得基本上他是完全 不要命的跟你玩啦 對 這是完全虐殺了國王的禁區啦 我講實在話真的是虐殺 用虐殺這兩隻不為過 那國王會贏球的原因是因為 防守的轉換快攻 我記得是個位數比二十幾 嗯 就是李杭月子的個位數 那我們的快攻 他本來就不打快攻了 對我們的快攻是二十幾分 然後再加上說 他的老師我覺得基本上 我覺得他的水準就在那 你說要怎麼樣先 那影響勒 大腿拉到了怎麼辦 又拉到 我滿難過的 對 好不容易感覺他投進個三分 感覺要回來 要回來的感覺 聽說小事喔 小事啊 對小事 是小小問題但我覺得 李杭那天的狀況其實 我覺得蠻感動的 整個國王的現場的球迷 在那一刻他投進那一球三分的時候 那一刻 全場的球迷仿佛都是周一翔的 周一翔的粉絲 那不錯喔 因為真的我覺得大家都在期待 他能夠爆發 對真的我覺得每一個人 全台灣的上上下下 不管是酸他的人也好 不酸他的人也好 我覺得 就算是酸他的人也都在期待他 打臉他們 所以我覺得 翔翔的那個三分是真的 很振奮人心 因為 他有一球不是已經 是完全過了 他有一球是 沒碰框 對對對 過了那一球很漂亮 沒碰框 但是就是 我覺得他已經做出這樣的 心理的那個準備了 那他就是要去扛 只是 身體還沒有到完全百分之百 那我覺得 至少他敢做 翔翔還是很令人期待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真的是 那在壓勒 上時間就偏少 我覺得 那個今年上時間好像更少 6-9是還有傷 是不是 今天我看到報導 是說 卡總是說 那個6-9跟 翔翔都有傷勢的一些 輕微的傷勢的狀況 刻意讓他的出賽 時間有了比較減少一點 可能是那一天 因為需要做很大量的 防守林書豪 然後還有一些輪轉 剛好那天 加康打出來了 有守住 然後有轉換快攻 然後有三分 我覺得那天剛剛好 就是 加康跟玉瑞 兩個爆發出來 所以 相對的就減少他們的時間 如果說他們那天的狀況 沒有打得那麼好 我覺得應該還是 6-9跟鎮亞的時間會多一些 那當然其實最後 還是一樣 必須要聊到連勝不直的這個 加上東超的話 基本上是4勝0敗了嘛 Part 3就是3勝0敗 那我覺得 我自己看啦 當然說 一開始大家在討論說 國王的第三節很恐怖 上半場可能都還在拉去 第三節才會 因為這禮拜兩場 基本上都是 第三節下半場第三節 然後開始拉開 那其實進到休息室的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說 上半場的防守強度上的不夠多 或是說 我們的進攻其實都打得很順 很流暢 因為球基本上都在兩三個人手上而已 所以一定很順 基本上沒有什麼傳球失誤的問題 再來就是防守嘛 因為基本上現在 真的啊你上去的人 就是做好防守就好 因為我們現在進攻主軸就很明確 超級明確就是幾個人 剩下上去做防守 那你就是防守的溝通 跟上去的人 有沒有辦法馬上跟場上的人做好連結 我覺得在場上的防守溝通是最難的啦 那個當下 因為你換了一個人 那其實整個化學相應是完全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換上去的人是不講話不溝通 那基本上那個洞會越露越大 進到休息室的時候 中場休息講話的那個狀況 全部都是在講說 下半場要怎麼樣防守 下半場要怎麼樣輪轉 然後誰要去做更多的壓迫 誰要去做更多的幫忙 然後就是在中場的時候一直在討論 因為其實每一隊現在目前 老實講都算是第一次遇到 包含哥哥啦 然後包含我們的新來的外援嘛 然後再加上其他幾個人 其實都還在了解說 今年這個球員他進步了什麼 或是他這個賽季他多加強了什麼東西 他現在有什麼 他的自信心來自於哪裡 所以我覺得大家上半場都還在摸 因為都是第一次碰到嘛 所以我覺得打到第二輪之後 我覺得可能狀況又不是這樣 就在第一輪的時候 所以第一輪沒有人可以贏過你嗎 我反而覺得在第一輪碰到國王的時候 是最有機會抓國王 喔 所以後面都沒有機會抓了 後面如果大家比較熟悉的話 會比較難一些 我講實際上 因為可能用資兵太多了 在第二場打領航員的時候 下半場是靠著李凱燕 李凱燕的連超 這一週的這兩場比賽 我覺得很多勝利的功勞都是在本土 反而不是洋將佔的這麼大 今天其實聊了 一開始聊了蠻沉重的 現在目前遇到的一個黑龍事件 然後當然就是還有這一週的 威哥也去彰化 對 彰化 全新主場 怎麼樣 全新主場怎麼樣 那個拉拉隊 只有拉拉隊而已是不是 拉拉隊18個 重磅出擊 18位拉拉隊 對 嚇到 所以整個球場的硬體 你都沒有印象 然後就是重磅18個 大家就去主場看就對了 所以彰化的鄉親們好不好 主場看就對了 趕快進場看球 因為 而且他們賽後還會那個 要留久一點 賽後還會在那邊 DJ秀 DJ秀 我這個我知道 所以當然 還要再留久一點 多留一點時間 帶著一些水 主場有一些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節目 對 魚系節目 他們這禮拜是中場的 那個10萬塊都沒有丟進 沒丟進嗎 對啊 你看你們這邊要不要加碼 我們是一雙鞋嘛 你們是中場丟進一雙鞋啊 一雙倒勾的鞋子 喔 真的喔 對 一雙倒勾的鞋子 所以大家 其實我覺得大家還是 踴躍的 踴躍的 對 踴躍的進場 那大家其實每一個主場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文化 然後跟 很多很好玩的一些聲光效果 那重點 好不好 拉拉隊 很重要的拉拉隊 每一隊幾乎都有 所以 進場看球 然後支持一下台灣籃球 那當然 有喜歡觀眾哪來看的 好不好 訂閱 我們我們的網路YP 那當然 最精彩 最直接 最厲害的 PLUSD的賽事 就在MOMO 我們下期見 關注UBAO